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中握着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漏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慢慢选到使用心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来自败自败的座 自败是静坐的核心 广播放了两个方面 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失败,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失败。 所以,无限影响,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失败的桌子来打坐。 要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 现在我们先不管坐椅,好不好看,装不装眼,我们先以轻松,失败为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些事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做的就不容易,爽必麻通。 这样就可以啊,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百分之百的失败。 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 然后,如果什么时候,哪里感觉有爽臂麻通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 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选神的肌肉。 从头顶,从头顶到脚顶。 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 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 慢慢来扫描一遍,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我们来扫描一遍,整个头部都放轻松。 我们来扫描一遍,整个头部都放轻松。 现在扫描一遍。 现在扫描一遍。 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 扫描一遍。 十八字,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 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 。 还有简单单单的意思。 我们完全都没有感觉时间。 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 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 所以就请大家十百十百地坐。 头部放松。 颈部也跟着风轻松。 每间的肌肉。 我们全部都放轻松。 两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手指头。 手指头。 到完全。 分轻松。 。 手指头。 腹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腰部。 脚部。 腰部。 两足脚。 大腿。 小腿。 。 直到我们。 直到我们手指。 脚指头。 都完全。 分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 都分轻松。 停。 无用力。 毫无。 紧张。 自在。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身体就变得很轻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 我们来又深又长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突兴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当我们细细的时候 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然后当我们吐息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排出来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 通透 轻松 失败 感觉很失败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 就是我们心意的鸡啊 我们都没有紧张 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心越紧张 心越近越定 舒服感越来越整洁啊 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 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如果哪一位 还想意念一个所缘 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 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 一个圆圆的月亮 也可以 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复迫 圆圆的中央点 的中央点 感觉 感觉清松 舒服 如果哪一位还想意 还想默念 圣号 阿们耶可依, 清songsofotamonien, Samaarahemtasangin. SAMMA ARAM SAMMA ARAM SAMMA ARAM 全身都感到轻松 失败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远远的月亮 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SAMMA ARAM的声音 慢慢来 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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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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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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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醒醒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异性,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 有静静的身,口,意,终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这叫善友,没有叫任何损友,愿离一些恶人,愿我们色神才,钱才,能力才圆满,方便修功得不容易,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征得,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当正觉佛陀,每一尊皮子佛,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卜祖师,有龙卜祖师,有法圣师傅,展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 感谢观看 请大家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这里面有一个大如山的红铁锅,锅里放满了,铁咸酸水 这个地独折磨众生的方法是由地狱卜祖道着拉起地狱众生的脚,使地狱众生的头部朝下,然后就丢入火热的铁锅里 与此同时,玛德里讲解说,尊敬的内密王,这些地狱众生先前身为人的时候,经常拓骂圆满和威夷庄严的沙门或婆罗门, 并且还经常残酷的打自己的宠物,就是本来讲宠物是为了让自己没有感到寂寞,但是当心情不好就打宠物,所以呢,他就会受到这样的恶果 接着你们看到了,第六件水属地狱,黑绳地狱,这里面看到了狱卒,用有颜村火的铁绳,来住地狱众生的脖子,并且拉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低头 再将绳绳子把地狱众生的脖子掉起,同时砍掉 很可怕哦 即使如此,但地狱众生还未死 然后狱卒就拿着烫铁锅追逐的地狱众生,使他们掉进火烫的铁水 当地狱众生掉入铁水后,就会有新的脖子与头部长出 那时呢,狱卒就会拿烫铁棍棒,抽打水里,痛苦挣扎的地狱众生 听玛塔利斯基天人说,因为先前身为人的时候,他们以各种方式伤害动物 如剪掉鸟的翅膀,雷绑动物脖子,砍动物的头,作为自己的食物,或拿去卖,等等 这些就是他们所做的恶果,比较偏第一条件,就是不杀生 接着玛塔利斯基天人的天车就将年迷亡 带到第七间,随属地狱 饥饿地狱里面有一条看起来令人欢喜的河 有很平缓的河堤 有很吸引的碗水渡口 平时还有水流着 地狱众生原本就无法忍受饥饿 只要有火热的火线升起 地狱众生就迅速从烫铁地上脱跑 而马上跳入河里 然后与此同时,河的暗堤马上起了火 看起来舒适而又令人欢喜的潮流 马上变成河谷雨树叶 很快燃起了大火 然而有人喝水 马上变成了河谷雨树叶 然而有人喝尽的河水 马上变成了河谷雨树叶 当地狱众生所吃的河谷雨树叶到了渡息后 就很快地狱众生的整个身体就燃烧了 整个身体被焚烧后 刻骨雨树叶就从地狱众生的肛门流出来 应该感觉很痛,很烫,很痛苦 地狱众生感到万分的痛苦 就举起双手,痛苦地惨叫着 这些二叶的行程是因为 现前他们身为人的时候 是卖稻谷的商人 并且卖之前 会将树叶 骨壳 沙或土等东西 混合 夹在稻谷里面 再卖给顾客 马达里斯基建人 又带那名王去游行了 第八间随属地狱 强人地狱 然而在此间里 会看到狱众们 像猎人 围着森林里的巡路一样 围着地狱众生 随后 狱主们逐渐围进地狱众生 用种种形聚连续地 刺地狱众生 使他们的身体穿孔 而且眼孔雷雷 如耶稣发霉一样 马达里斯基建人 像尼密王 讲解说 尊者 这些地狱众生 先前身为人的时候 经常偷他人的金 银 缅养 散养 散养等的财物 来赞为自己的财物 这就是跟第二条件 不妥当 有关系 尼密王听到这些 就非常无比 不敢继续看下去了 就说 马达里 赶快往前走吧 美赛养达宝车 继续带着尼密王 观赏下个地狱 不久 宝车就带着尼密王 到第十四间地狱 名为 头锤 地 头锤下地狱 头锤下地狱 有大水池 为了处罚 跟别人的太太 有邪淫恶业的地狱众生 跟第三条件有关系 地狱众生所受的夜报 就是被狱主用武器追逐 各自的业力就控制地狱众生 被狱主抓着脚 而扔入火炭 就如上一间大地狱 然后就有火山从四方 滚入地狱众生的火炭抗 来压睡地狱众生 其次 报车就停在第十五间地狱 名为建树地狱 这个地狱的特征 就如木棉森林 十六公里高的木棉树 所长的翅是烧红的烫铁 有十六翅长 很长很长的 有的木棉树 有女地狱众生在树顶 男地狱众生在树梗 狱主就用铁箱 吃男地狱众生的脚底 敢去找女地狱众生 就让她爬上去 男地狱众生 得要爬上去 全身被那些烫热的木棉 刺害伤 刺个伤 刺痛非常难过 而且 那个木棉树 增壳都是我的 在折磨着地狱众生 他在做什么恶业 我们时间到了 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听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与外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德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大家